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丰族习惯大家如何去庆祝中秋节 除了一家团聚之外 其实在每一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习族 好了 香港 我们讲讲香港 现代的香港 现代的香港 其实最突出最突出 我想大家都知道 因为都很出名的 好像都曾经申请记录入建历士大传 就是什么 母火龙 我想大家都很知道 我想看报纸 新闻都会有的 每一年大坑的母火龙很厉害的 母火龙是怎样呢 他们就找一些藤那些 积到他 像笨着臂 我就不太懂他们怎么跡法 总而言之即是 积了一条很长很长很长 很长的龙 是几十人的 即是龙头之外 在龙身那儿就有两支 八字型的棍子卡 扎在那里 就是被一些年輕人壯男 握著一旁 就在那裡霧霧地走 在龍身上插著很多香 整條龍都是這樣的 晚上才來霧霧 因為那時候才突顯到 那個龍是金剛閃閃的樣子 大坑真是很有名 每年都在那裡霧霧 由他們的村民 現在都知道有些街坊 一起霧霧霧 非常高興 打羅打鼓 小朋友、街坊 看著是非常高興的 除了是一家團聚之外 其實意味罪是 全部區內裡的人士 都團結在一起 有一個活動 去把大家拉在一起 去慶祝 這是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其實除了大坑 香港島的大坑 有這個武火龍 其實近年來 近這十幾年 其實在香港島 南區的博芙霖 的博芙霖村 都有這個武火龍 亦都吸引到附近很多街坊 都去看 去欣賞 那樣的 那個武火龍 看看大家今年中秋 留意一下電視新聞 看看那個武火龍 是怎樣的 我想是住近那邊的街坊 市民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香港的習俗了 除了香港 其他的地方 又是怎樣的呢 你知道中國地大脈搏 有這麼多不同種族的人 每一種族的人士都有他們在中秋節 走一條就叫做南浦橋 原來他們走這個南浦橋 就來求這個長壽 在建寧中秋節 就用掛燈 向月公求子 這些多數都是婦女去做 因為以前 生小朋友 是非常之困難的 很多時候 以前的科學沒那麼猖明 當然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不生小朋友 就很多顧慮 就是經濟、教育、社會的問題 但是當時 一直以來 中國人都是結婚 有一個傳統的觀念 都希望生小孩延續這個計後香燈 所以 建寧的人 在那天 求月公 就是 賜他們的小朋友 賜他們的小朋友 好了 講完這個 有廣州、廣東、潮山各地的人 怎樣過中秋的習俗又是怎樣呢 原來潮山人的主要是婦女和小朋友 去祭祀的而已 去拜月光而已 他們有一句俗語就是 男不圓月 女不祭祖 就是說 月亮就是由女士去拜的 造頭、造軍這些 就是男士去處理的 所以他們有這句話 所以 拜月亮在廣州、潮山一帶 都是婦女去做的 和小朋友 他們當地的人 就喜歡吃芋頭 中秋節他們一定要吃芋頭 除了因為芋頭 在八月裡面收成的 那時候收成了之後 就順便拿去祭祀月光 亦都用來祭祀完之後 大家就一起坐在那裡分享 原來 芋頭也有另外一個解釋 為何他們要吃芋頭 原來是1279年 蒙古貴族滅了南宋 建立了元朝 他們對漢人很苛刻 亦都對漢人是非常不好的 手段亦都是很殘忍的 當時潮州有一個縣官 叫做馬法 他就是巨手在潮州 這裏就跟這個元人對抗 他對抗了之後 漢人為了紀念當時 蒙古人如何去殘殺他們 如何欺凌他們 於是他們就吃芋頭 芋頭為何呢 就是一個胡字 一個諧音就是胡 胡法 即是胡人的頭 即是胡人的頭 所以他們就吃芋頭 就是一種洩憤 情緒上一個舒緩 這就是為何潮州人 喜歡吃芋頭 讓我想起 難怪他們的月餅 有些人都有芋蓉的月餅 不要浪費了 都是其中一個餡料 中秋夜也有燒塔 都是一般地區裏面 都很盛行的 那是怎樣呢 那些塔 就是用一些磚 用一些芋來組成的 有些都高一至三公尺 那麼高的 它在塔頂上 它就製造一個口 給我感覺類似 就是火山口 那樣 於是為何製造一個口呢 原來他們就放一些燃燒的東西 進去 譬如說木、竹、 還有這些穀殼 放進去 就去燒燒燒 那麼越燒得那個塔 外面的範圍越紅 越紅 越紅 越光 而且火燃燒得越大 就為之叫做越漂亮的 那麼大家 整族人就會坐在一起 在那裏造造了一些塔 就在那裏燒燒 那麼看看誰燒得最漂亮的 如果燒得 那個塔最紅 外表越透明 火越紅越光 那麼它就贏了 贏了 那麼村長就會送一些 頒贈一些錦旗 或者一些獎品 或者一些牌匾 去表揚它 那麼這些都是在一些風俗 即是中秋節大家一起去玩 一些的競賽 那麼好了 那麼南京人在中秋節 就除了喜歡吃月餅之外 他們也很喜歡吃 一個叫桂花鴨 就是說除了他們吃月餅 說我們一般剛才說的食物之外 他們一定要吃桂花鴨 因為桂花鴨是做得很漂亮的 味道很香甜的 那麼這是一個時節的食品 那麼南京人就很喜歡大家 整家人在一起 就去上月的 那麼就叫做 他們就叫慶團圓 南京人是喜歡這樣的 那麼整家人在一起 這樣就叫做圓月 那麼他們出街 那麼坐圓一起 整家人出街 就叫酒月 行酒的叫酒月的 好了 那麼到了明初南京 就有一個就叫做望月樓 這個是古蹟來的 那麼就叫喚月橋 有一橋喚月橋 那麼這些都是南京人 用來上月遊閒的地方 那麼當時很多詩人 這些或者是喜歡淫詩作句的人 通常都會和自己的朋友 然後就去到那裡就淫詩作句 來緬懷一番去欣賞月剛的 那麼當時也有一首很流行的詩 但是當時是在那裡流傳到現在的了 那麼就說風流藍曲以煙燒 淨得西風長板橋 卻億玉人橋上座 月明相對較吹燒 那麼大家去意會一下 那麼現在中國政府 也都將收緝那裡的橋 那麼也都給現在後人 那麼我們就去到是去賞月的 盡量都保持當時那個橋那種優雅 給大家去賞月 那麼江蘇無錫園的人 就在中秋就很喜歡燒豆香的 那麼他們就其實沒有東西的 其實是一些紙紮 好像現在我們那些燈籠那樣的 不過他們中間是燒一些香 在外面就包到很漂亮很漂亮的卷子 上面畫了很多的圖案 很漂亮的就不是說 好像我們現在做一些燈籠那樣 譬如說羊土就是羊土 那麼他們是圓圓的形 裡面是燒一些的豆香 然後外面就用一些沙或者一些券 灰上了很多很漂亮的圖片 在這裡他們喜歡做這些手工藝的 色彩繽紛紛 在這裡又是去賞月的怪毒 那麼江西這個江西省的人 他們就喜歡用一些稻草來燒那些瓦罐 等到那些瓦罐燒紅之後 他們就放些醋進去的 那些就發出一些很清新的香味 其實是一種香料 那種香味就牢牢地傳送去他們的園園 那些村落 這也是他們的一個習慣 另外就是四川人 他們除了吃月餅之外 他們又喜歡吃鴨、麻子、麻餅、麥餅 也在自己家裡空地的地方 就點了一些燈 懸掛在門口就好將燈結彩去慶祝 也在小朋友就在那些柚子上面 那些叫沙田柚 拿了個心出來的柚子 在上面就插著很多香 插滿了在街上玩、飛舞 其實在香港也有的 有小朋友也喜歡的 我們小時候 把蠟燭放在柚子上 其實都是一種玩意 不過小心防火 那些小朋友的玩法 叫做舞流升香球 就是慶祝中秋節 而且他們除了小朋友出去玩之外 其實他們還有祭土地神、聲樂 一起去玩、看劇 他們叫做漢匯 漢匯就是看漢、看見的漢 匯就是大家匯在一起 他們是這樣去慶祝的 另外還有陝西縣的人 他們無論貧富有錢沒有錢也好 他們一定吃西瓜 很怪的 他們喜歡吃西瓜 中秋也有鼓手一路在打鼓 一路在吹鼓 原來他們這樣做 就是希望給他們一些錢 即是打上他們的 亦都在洛陽院中秋節 那些長輩、家長會率領學生 去老師那裡送禮給老師 表示他專師重道的精神 因為大家都說 團圓、一家人 即是當老師都好像自己一家人一樣 以上的資料 都是在網上搜集到回來 看到中國不同的地方 一些風俗的習慣 其實現在仍然是這樣嗎 我想現在都有些分別 現在小朋友怎麼會出街 好像剛才說 找那些沙田友來做燈籠 我想這些就會少了 不過也好 了解一下每一個習俗 每一個風俗的 每一個圓省的人 他們慶祝中秋節 其實是怎樣的呢 其實都是我們一些額外的知識 在這裡我都順了一個機會 祝大家一家團聚 團圓快樂 希望你們中秋節 家家都這麼開心 OK 拜拜 拜拜